一般的充血比较厉害的 看到这个情况也没去打搅 医生就给他拿药水去冲洗眼睛 冲洗眼睛以后让他闭目休息 躺在沙发上 并不休息 并不休息完了以后 秘书过来给他念文件 闭目完了还挺有效 到一个小时以后 打开以后眼睛又好多了 这个时候我们 我相信你们基属的同志能够处理好 后来了解是一个技术上的原因 我们基属上的能开的灯 像机头的不也有那些滑行的灯吗 都要打开 另外通知地面 把他们就是接代表团的那个汽车的车灯全部打开 就等于说给照明了 借用汽车的那个灯来照明了 完了以后终于就下飞机了 下飞机到后继时以后 就跟他们官员交谈什么的 等到他们快上飞机的时候 电就来了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在伊拉克遭遇的虚惊过后 飞机加满补给 继续起飞往西航行 然而当飞机 到达非洲国家苏丹上空的时候 杨丽梅和机组成员 再次经历了 此前从未遇到过的状况 因为我们也第一次 非洲遇到热带风暴 当地可能这种情况比较多 可是作为我们来讲 我们第一次到达过渡 才遇到那么 就是上下 从一定的高度层突然就下了好几百米 完了就这样子来回的 所以你拿的东西 或者是托盘里的东西 它会抛 给它抛起来 再降落下去 它会有影响 在坐在座椅上的时候 就会摇晃 你就感觉到 好像坐不稳的样子 这时杨丽梅正要给总理送水果 可是飞机强烈的颠簸 让他无法站稳 就是说你们不要紧张 他说这种颠簸 他说我遇到很多的 你们就系好安全带 他因为他的座位 离代表团的座位很近的 他说话人家能听得见 因为我正在送东西 这个糖果洒落 他看到了 先别送了 先坐下 他因为整个代表团 大家都一样的感觉 天空关闭 也就是说回家的路被堵住了 好像你都来不及害怕 因为这个思想比较高度集中 我们就一个心眼 就是说为代表团服务好 保证他们的安全 其他的好像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神经绷得比较紧 所以就想着 怎么做好服务 保证好代表团 所有的成员能够安全的 为了安全 这些怎么办 在等下 当时就能够走 所以他还是捏 更能够走 固定的 为了 固定的 以后 他把固定的 还没想到 你 当时就一直成员 为了 好像要被这样 有一个能够的 代表团的指挥 看看是改正哪 降落 完了 代表团随时都有 跟外交部有联系的 外交部在国内的情报 或者是各个大使馆的情况 外交部都知道 所以再加上总理坐在飞机上 外交部什么情况 直接就可以跟总理汇报 总理就可以跟外交部 指示他们应该怎么弄 经过周总理的指挥斡旋